他是高高在上的魔王宠妃 却深深地爱上了一个渺小的人类 即便是魔王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他们也是丝毫不懂收敛 然而魔王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安慰起了王妃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亚瑟激活了一个正人君子系统 只要他锁定一个人 就能激起对方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欲望 就在刚刚由于情报有误 亚瑟一行人遭到了高级魔兽的围攻 就连最厉害的队长也是瞬间领了盒饭 见此小队成员纷纷落荒而逃 然而亚瑟却留了下来 一旁身受重伤的地级勇者贝拉劝说 他赶紧离开 魔兽的等级太高 而你仅仅只是一个F级的勇者 没必要成英雄的 不过为了保护身后城市的安全 亚瑟还是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 你看你光是站在那里都流出了鼻血 就更不要说是战斗了 贝拉大声嘶吼着让亚瑟快走 然而没有说动亚瑟 却引来了魔兽们的目光 见此王妃领着一众小弟便冲了过去 势必要将亚瑟的脑袋砍下给魔王做酒杯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亚瑟果断地选择了登陆系统 接着便指定了王妃进行锁定 而此时王妃的力爪已经来到了亚瑟的面前 只见王妃一把抓住了亚瑟的脑袋 下一秒便露出了他锋利的獠牙 说着便向亚瑟靠了过去 然而片刻过后系统声音响起 接吻完成 宿主攻击力加100 旁边的贝拉已经惊掉了下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一旁的一众魔兽也是一脸疑惑 王妃 你这是在做什么 这时王妃也是猛地睁大了眼睛 接着便拉开了他与亚瑟的距离 而亚瑟只是轻轻地擦了擦嘴巴 再看此时的王妃已然是羞红了脸 我这是怎么了 刚刚明明是想上去杀了他的 怎么就和他亲上了 见此亚瑟一脸正义地说道 为了承识百姓们的安全 就算是废了我的整个身子也在所不惜 这时一旁的小兵也是聊起了八卦 早就听说王妃找了个小白脸 没想到居然是个人类 不过一旁的小头领 却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王妃背叛的大王 于是冲着那两个小兵怒火道 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 也配质疑王妃对大王的感情 我们可是高贵的魔兽 怎么可能会尾身于那渺小的人类 此时的王妃虽然有了心跳加速的感觉 但他知道这件事绝对不能让魔王知道 于是他便果断地发起了第二次进攻 在加了一百点攻击之后 亚瑟也有了一丝反抗的资本 当双方的兵器碰撞到一起的时候 亚瑟的宝剑却是直接断成了两半 不是吧 这破剑也太垃圾了吧 还没等亚瑟反应过来 另一只魔兽便又冲了上来 而亚瑟一个猛蹲便躲开了他的攻击 虽然我的防御力没有加 可是我的攻击力可是足足加了一百点 接着亚瑟拿着断剑便向魔兽砍了过去 而魔兽的武器也硬伤而断 下一秒 又有一只魔兽从亚瑟的身后偷袭了过来 亚瑟一个华丽的转身 接着一个斩机 便将魔兽震飞了出去 就连一旁的贝拉也被亚瑟的一顿操作给移住 这根本不是S级所能拥有的力量 此时亚瑟也是一阵得意 这下应该被我给劈成两半了吧 然而当魔兽站起来的时候 却发现只是破了一层皮而已 这时亚瑟突然感受到了身后的杀气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王妃的大分方角便向着他袭了过去 亚瑟虽然及时挡住了这一击 但巨大的冲击力也是对周围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就连远处的贝拉也受到了波及 随着烟尘散去 只见王妃狠狠地把亚瑟压在了身下 这时一个小兵立马冲了上来 准备结束亚瑟的生命 不过王妃的尾巴却直接甩了过去 接着那名小兵就到飞了出去 你们都被我听好了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手 就让我亲自教训这个有趣的人类吧 这时王妃的躁动只也来到了91% 一旁的魔兽也兴奋了起来 王妃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威武 只见王妃再次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不过却只是轻轻地咬住了亚瑟的耳朵 这难道就是我获取力量所要承受的代价吗 不过为了诚实百姓们的安全 我受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此时王妃也产生了自我怀疑 我竟然主动对一个人类做了这种事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恶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听使唤了 这时的亚瑟痛苦并快乐着 因为系统正不断提示自己的各方面属性都得到了加成 而一旁的小兵再次产生了疑惑 王妃这是在杀人吗 我怎么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在这时刚刚维护王妃的那个小头领又站了出来 放肆 睁大了你们的狗眼看看 王妃这明明是在从她的身上寻找突破口 你们不懂就不要乱说 亚瑟默默承受了很久 她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罪之后 自己的素质也提升到了一个令她满意的状态 也是时候吹起反攻的号角了 只见她拿起断剑就准备偷袭王妃 可王妃一下就用尾巴缠住了她的手臂 接着便掐住了她的脖子 大意了没想到这女魔头这么厉害 还没等亚瑟感叹完 王妃直接便把她砸到了墙上 这时一旁的小兵全都兴奋了起来 我就知道王妃是想杀了她 王妃真是太厉害了 不过此时的王妃显然是在极力地忍耐 渺小的人类居然敢和我们魔兽作对 就让我扒了你的衣服吧 说着王妃便抓住了亚瑟的衣领 只听撕拉一声亚瑟身上的铠甲 便被撕成了碎片 看看这就是你们人类弱小的身体 怎么可能比得上我们魔兽强大的体质 不过你这腹肌为何如此迷人 此时一旁的魔兽也兴奋了起来 看看这就叫做杀人诛心 你们这群家伙一定要和王妃好好学习学习 随着亚瑟最后一片盔甲碎片的调子 王妃也伸出了恶魔之爪 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心深处涌了上来 一定要忍住 而此时她的躁动值也来到了100% 就在亚瑟被压得喘不过来气的时候 王妃也彻底失控了 随即便和亚瑟展开了不一样的战斗 由于画面太过刺激 连旁边的贝拉脑子也变得空白起来 但为了诚实百姓们的安全 亚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战斗道 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劣烈些吧 此时旁边的小弟全都亚麻呆住了 而亚瑟的各种素质也疯狂地提升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魔王终于是赶到了这里 爱妃你这是在干什么 这时王妃也缓缓地转过头来 瞬间脑袋便清醒了过来 大王 请您务必要听我解释啊 再看魔王这边 他的良言已然是冒出了绿光 不过系统此时突然提示 检测到魔王巴克来受到暴击 宿主左右加成数值翻两倍等级加一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这难不成是个曹贼系统 而亚瑟还没来得及研究 魔王便爆发出了全身的力量 我要杀了你们 见此王妃还是在不停地想要做出解释 不过亚瑟想的却是 现在的自己到底能不能打败魔王 随着魔王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之后 他便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亚瑟 接着便是气大力尘的一击 竟直接将亚瑟打飞到了贝拉的身边 没想到这家伙不仅力量惊人 而且速度还如此之快 几乎是瞬间便来到了我的面前 这时的魔王也质问起了王妃 你不是说再也不会有下次了吗 看着漠不作声的王妃 魔王的双手也颤抖了起来 你还记得你上次的承诺吗 再有下次就让我把你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背叛我 因此王妃法之冷起来了 这还不都是因为你 为什么你会来得这么晚 你刚才去做什么了 仅仅两句话直接给魔王干猛了 就连小兵们也被绕了进去 然而王妃依旧没有停止进攻 都是怪你来得太晚了 才差点让我重蹈覆辙 这都是你的错 你居然还有脸来质问我 这时的魔王已经背对得哑口无言 说着说着竟还安慰起了王妃 这一逆天操作 就算我费老哥来了都得叫声大哥 看着眼前的画面 魔兽小弟们终于是明白 自己为什么母还solo二十年了 看来还得是大王 果然是万年难遇的好男人 再看亚瑟这边 此时不跑更大何时 说着便拉起了贝拉准备离开这里 可随着王妃的一哭二闹三上调 成功地把仇恨值转移到了亚瑟的身上 见此魔王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地方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爱妃应该不会心疼吧 见此王妃立马抱住了魔王的大脑 当然不会了 大王您才是我的一生之爱 我怎么会对其他的异性产生爱意呢 而此时的亚瑟二人还没有跑远 魔王立刻便下了命令 要把他捉回来碎尸万段 但小兵是何等的机制 刚刚王妃命令我们不准插手 大王您就不要为难我 见此魔王也没有墨迹 一个俯冲便扑向了亚瑟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魔王便来到了亚瑟的面前 上来就规舞起了自己的重景 直接就将亚瑟击退了数米 这攻击力也太强了吧 这一击我的肋骨最少断了三分不止 而且速度还如此之快 现在的我完全就不是对手 还没等亚瑟喘过气来 魔王便又冲了过来 夺妻之仇不共戴天 你给我拿命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亚瑟立马锁定了系统 接着只见一只大手突然出现 下一秒便轻抚在了魔王的脸上 我不许你伤害他 此时此刻 时空仿佛静止一般 彻底是含了魔王的心 而亚瑟也是抓住了这个空挡 立刻狂奔了起来 再看魔王委屈的 就像一个八百斤的宝宝 不过王妃看都没看他一眼 全部的精力都放到了亚瑟的身上 就在这时还在逃跑的亚瑟 突然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丁 魔王再次受到暴击 等级加一 不用想了这肯定是个曹贼系统 而此时的王妃已经爆发出了 内心最原始的欲望 我一定要得到那个男人的身体 就算是魔王极力劝阻 也是无济于事 只见王妃一把就甩开了他的手 说着 便向着亚瑟冲了过去 仅仅用了一个捕食乌华的飞扑 便成功地将亚瑟压在了身下 魔王此时也崩溃了 这里杀了我还难受 而随着王妃的不断入侵 亚瑟的树脂也得到了封城 这时的魔王仍然不肯放弃王妃 还在卑微地祈求王妃不要离开他 但是王妃却向他发出了警告 不要来打扰我们的好事 这句话彻底击碎了魔王的最后防线 瞬间圆滑附地 这也使得亚瑟含泪升了五级 见此贝拉也冲了上去 快放开亚瑟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魔兽 然而还没等他靠近 王妃的尾巴便竖了起来 瞬间就缠住了贝拉 接着便把他壁冬在了墙上 丝毫都没有影响好事的进展 王妃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不知为何 自己的内心深处却是那么的闷 这时的魔王道心已然受损 骗我的 这一切都是骗我 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 说着魔王便冲向了王妃 就在宝剑快要砍在王妃驳梗的时候 王妃突然转头看向了他 面对这一生之爱 魔王始终没能下得了手 在宝剑停住的同时 王妃又转身回去继续了他的修行 此时的魔王心里那个恨啊 恨自己太过怒了 对待这个日夜相伴的人始终是下不去手 而这也彻底损坏了他的道心 在这绝望之际 他竟然选择了自爆来保住自己最后的尊敏 而这居然也能给亚瑟升级 这时的王妃也清醒了过来 巴特莱你这是做什么 再看一旁的小兵已经被吓得慌不择路 哪里还顾得上什么 直接跑路就对了 看着魔王即将爆炸的身体 就在这时亚瑟的等级也来到了10级 便成功地解锁了技能 令魔王沉沦一生的极拼宠妃 本体竟是一只小小的粉色蜥蜴 尽管魔王已经对他付出了所有 但他还是送给了魔王一片青青草原 就在刚刚眼看魔王就要完成自爆的同时 亚瑟终于是解锁了技能栏 只见他拿起断剑便冲向了魔王 仅仅是一个斩击便消去了魔王的脑袋 不愧是系统赋予的技能就是好用 顺身斩 使用时身体将化为虚影 顺身到五米之内的敌人周围发动一次斩击 看着倒在自己面前的无头魔王 倒是把王妃吓了一跳 不过他并没有伤心 反而还抱怨到魔王的承受能力太差 明明已经是第二次了 不是应该更坦然才对吗 怎么还崩溃了呢 听词已经走上黄泉路的魔王直接跑了回来 势必要将这最宠爱的王妃一起带走 看着紧紧抱住自己的无头魔王 王妃此时终于是不淡定了 不停地大喊救命 而被缠绕住的贝拉这时也被放了下来 眼疾手快的亚瑟立马便接住了他 再看王妃这边 魔王竟又启动了自爆 这是要多么深的执念才可以做到 而此时的王妃已然是被吓破了的 见此亚瑟又是一个斩机 接着没有犹豫直接拉起了脱困的王妃 就在这时 魔王的蓄力也达到了灵界值 只听轰轰一声巨星 这层的地面也随之被粉碎 他们三个也掉了下去 就在掉落的途中 王妃的身体竟开始了不停地消散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终于接触到了地面 这时的亚瑟率先醒了过来 这是到了地下城的底部了吗 再看自己的身上赫然趴着一只小可爱 原来他就是王妃尤格的本体琳琅蜥蜴 见亚瑟一直盯着自己 尤格害羞地立马钻进了亚瑟的口袋 这时一旁的贝拉也清醒了过来 而系统也给出了消灭魔王的奖励 竟然是这座地下城的地图 不过亚瑟此时的心思便没有放在奖励之上 这个位置不得不说是个好地方 此时贝拉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说着立马便堵了过去 显在了亚瑟的眼前 看着里面的各种标识 亚瑟立马兴奋了起来 有了这份地图 以后在地下城终于可以不再担惊受怕了 一旁的贝拉也被亚瑟的异常举动所吸引 但是他却无法看到系统面板 见此亚瑟也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慢慢地将他扶起 走吧 我们可以出去了 可就在这时 亚瑟的心脏却发生了骤变 接着他便吐出了大量的血 就连身上的经脉也吐了起来 并且还不停向着小拇指汇聚 很快亚瑟便忍受不住叫了出来 没想到他的小拇指正在慢慢地融化 看着疼得在地上打滚的亚瑟 就连背后也流出了鲜血 见此贝拉立马抱住了他 这时小拇指也不再融化 亚瑟终于是得到了缓解 不过他貌似早已稀疑为常 此时贝拉也好奇地问起了缘由 原来在半年前魔兽入侵城市的时候 亚瑟目睹了几只魔兽围攻勇者的战斗 而他们似乎都是为了一个盒子 就在双方激烈战斗的时候 魔兽却一刀砍向了那个盒子 只一刹那 盒子便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能量 直接将一旁的亚瑟震飞了出去 连滚几圈之后 亚瑟最终停留在了废墟之下 而那被砍破的盒子也是流出了黑色液体 顿时天空乌云密 很快便下起了血雨 这时亚瑟也是闻到了一股难闻的味道 原来被血雨淋到的生物都会被之融化 虽然亚瑟没有被血雨淋到 但是他却吸入了气体 最终还是中毒了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而医生也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 他的生命只能维持一年了 可就在这时一个系统弹窗 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只要获得魔神之血即可解读 是否绑定系统成为玩家 而亚瑟也是直接点击了绑定 接着便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那魔神之血就藏在这座地下城中 自那之后亚瑟便来到了这里 说完这些之后 亚瑟便在贝拉的搀扶之下准备离开这里 还好刚刚获得了地图 说着二人便向着标有物资的房间走了过去 男人觉醒了最强曹贼系统 第一天就参透了上司老婆妹妹的颜色 还误入地下城把魔王宠妃就地正法 与此同时讨伐队的主力 还在迷宫里晕头转向 突然探路的勇者一不小心 踩到了地板上的机关 只一刹那 发射出的机关便给了他一个透心粮 还好后面的队伍反应及时 全都幸运地躲了过去 这时副队长提尔立马命令众人 不要随意乱动 若是再踩到机关的话 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但此时队伍里防御力最高的人已然倒下 队友们不禁担心了起来 就在这时队长西里斯缓缓地走了出来 还是老规矩 等级最低的家伙出来探路 话音刚落便有一名队员被推了出来 立马上去探路 找到正确的路线 就是你最大的荣耀 还是说你要违抗命令 此时的炮灰已经被吓得冷汗直流 这时提尔站了出来 等一下 我做了一个小玩意 让他先去探路 这样还能增加队伍的存活率 可西里斯回应他的却是一个斩机 看着眼前一分为二的跳弹 炮灰也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了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的这些破通难题 再有下次我一定会杀了你 听此提尔也是毫无办法 说着西里斯便走到了炮灰的面前 快点探路 不要耽误了我们的时间 此时的炮灰浑身颤抖 不过他也是别无选择 艰难地迈出第一步后 很幸运地没有踩到机关 看着他磨磨叽叽的样子 西里斯也是不耐烦地催促他走快一点 不行 再这样走下去的话一定会没命的 此时恐惧已经包裹住了炮灰的全身 随即他转头便想跑回去 我不想死 我要回家 然而下一秒机关便穿过了他的头颅 众人也是一惊 没想到这里的机关 每次发射的位置还不一样 看着眼前倒下的炮灰 西里斯丝毫没有在意 接着便转头说道 现在等级最低的初恋 可就在这时 走廊尽头的门却被缓缓打开 而开门的正是亚瑟 西里斯等人也是震惊不已 他们炮灰组的人不是都被杀光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之前亚瑟就得罪了西里斯 就在出征的前一天 西里斯就把刀架在了亚瑟的脖梗之上 说 你怎么知道我老婆秀琴那年的颜色的 亚瑟连忙解释道 那是我为了战斗训练出来的直觉 能感知到周围所有东西的颜色 听此西里斯直接跳了起来 你糊弄鬼呢 快说你和我老婆秀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然我现在就砍了你 而正直的亚瑟也是不卑不亢 我绝不允许有人侮辱我正直的人格 你不信的话 我现在就给你演示我的训练成果 说着便爆出了他们苦茶子的颜色 左边的两个是情侣款 你是粉色 右边的那位老弟根本没穿 听此那个没穿的老弟提议 还是立马杀了他吧 不过还是穿情侣款的那两个有大局观 知道在城市里杀人不好 于是便提议将他给送进炮灰组 见亚瑟现在还完好无损地站在他面前 西里斯立马便指向了亚瑟 我以讨伐队队长的身份命令你立马过来 亚瑟也是知道他想让自己继续当炮灰 也是一脸不屑 自己可是拥有迷宫地图的男人 想死都没那么容易 说着亚瑟便开启了地图 这时贝拉也劝道 不要做傻事 我们还是再找找其他的路线吧 但亚瑟却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没事的 相信我 于是靠着地图的提示 亚瑟那是如履平地 这可惊呆了讨伐队的众人 这也太幸运了吧 居然可以走得如此轻松 不过拥有地图的亚瑟就是这么的嚣张 看着他们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亚瑟还在地板上左右蹦跆了两下 这一幕直接看待了希里斯 可恶 这家伙怎么还没有踩到机关 再看亚瑟这边 已然是走到了炮灰一号的身旁 接着一个小跳 便来到了希里斯的面前 见亚瑟真的毫发无损地走了过来 众人纷纷惊叹不如 这时亚瑟也是对着希里斯说道 这就是我训练的成果 现在你应该相信我和秀琴是清白的了吧 但希里斯却把长剑放在了亚瑟的脖梗之上 既然如此的话 那后面的路就由你来带吧 季风情万种的王妃过后 地下城又出现了一位绝代佳人 就是不知道面对亚瑟的系统 他该如何应对 在亚瑟的带领之下 讨伐队的一行人终于是走到了对面 这时亚瑟突然发现了长在一旁的蘑菇 虽然人类吃了回拉肚子 但却是魔兽增加体力的好东西 于是亚瑟就想起了自己口袋里的油格 只见他轻轻将蘑菇摘起 放在鼻尖闻了闻 你还别说这蘑菇闻起来那是相当的诱人 可就在这时希里斯发现了亚瑟的异常举动 说着便抢走了油格的口粮 二话没说就塞到了嘴里 咀嚼的同时还不忘警告亚瑟 在这里一切都是我说的算 我劝你不要打什么歪心思 赶紧滚到前面带路去 听此亚瑟的态度那是极其的端正 好的队长 我一定走在队伍前面 绝不让你受到半点伤害 再看贝拉这边 牧师正在为他治疗伤口 而提尔则是问他 为什么会被安排进炮灰组 我好歹也是副队长 你和我说了我肯定能让你进其他组 但贝拉却说是自愿进来的 同时目光也望向了亚瑟那边 见此提尔也是一点疑惑 贝拉 如果你只是为了保护那个S级的家伙 那么你就是在送死 他们只是最底层的勇者罢了 就算是活着也是浪费工会的资源 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以后就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 接下来就跟在我身边 凭我B级的实力 肯定能护你周全 这时希里斯又开始了自己的报复 硬是要亚瑟去打开石门 尽管亚瑟已经说了那里没有陷阱 不过希里斯是铁了心的要针对亚瑟 无奈之下亚瑟只好听命行事 这时全队也是进入了戒备状态 与此同时 希里斯刚刚吃下的蘑菇终于是起了反应 当亚瑟打开石门的那一刻 众人也是胆战心惊 生怕立马会冒出什么怪物来 而希里斯身后的勇者 却是嗅到了淡淡的杀气 此时亚瑟已经走了进去 见此希里斯忍住剧痛问道 里面到底安不安全 突然他是想到了什么 难道是刚刚的蘑菇导致的 完了 现在肯定不能做剧烈运动 不然肯定会露出来的 这时亚瑟也是发现了希里斯的窘迫 于是便立马加速跑了进去 嘴里还说这里到处都是机关 大家一定要跟上 见此队员们也是摸不着头脑 只是一个个都跟了上去 此时希里斯终于是爆发了出来 而反馈到队员这里的却是果然有毒气 大家赶紧跑过去 听此希里斯也是一阵尴尬 只好迎合了大家 别废话 赶紧的 不然中了毒气可不好受 不久之后 亚瑟终于是停了下来 于是希里斯立马便找上了他 亚瑟 你是不是知道那蘑菇的属性 故意跑过来的 见此亚瑟也是装出了一副 什么也不知道的神情 怎么了队长 难道是那蘑菇有问题吗 听此希里斯也是不好意思开口 便糊弄了过去 这时希里斯的狗腿子也跑了过来 这马屁拍的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接着希里斯便赏了他一脚 做个屁 全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咱们继续赶路 还有你 要是再敢一声不响就开跑的话 老子立马就要了你的狗命 见此亚瑟也是连忙答应了下来 看着地板上的龙形雕质 亚瑟提醒众人一定不能踩中 不然巨龙可不是这群小卡拉米能对付的 在亚瑟的带领下 队伍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危险 看着头顶的钟乳石锥 这应该就是最后的机关了吧 只要过去应该就彻底安全了 不过希里斯可不这么认为 奇了怪了怎么一路上一个机关都没有 那我还怎么报复这个小鬼 这时亚瑟也是说到 前面应该就快到BOSS的房间了 因此希里斯立马露出了杀机 既然已经找到BOSS房了 那么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而此时亚瑟也正好走到了 钟乳石锥的下方 希里斯立马将宝剑注入了魔力 接着一个红梯便展向了那里 看着被击中的石锥 亚瑟也是一惊 再看希里斯立马露出了一副 小人得知的表情 就在这时 那石锥里面突然伸出了一条尾巴 直直地便向希里斯冲了过去 见此希里斯也是一脸猛逼 接着他便被打飞了出去 而怪物的庐山真面目也显现了出来 不过落下的巨石 却把亚瑟隔绝在了里面 就在亚瑟还在抱怨的时候 一道倩影缓缓地从黑暗里走了出来 这里怎么会有人类出现 真的是恶心死了 男人只是想帮魔女治疗灰指甲 却使得沙蒂尔羞红了脸 勇者大人怎么能如此对待切身 就在刚刚突然冲出来的蝎子傀儡 直接就挡住了众人的去路 面对着必加实力的魔兽傀儡 小队成员立马摆出了战斗的姿态 只见身为坦克的队员 直接竖起了巨盾 身后的弓箭手也是蓄势待发 只听提尔一声令下 随即漫天剑雨 便朝着魔兽傀儡射了过去 然而面对着灵力的攻击 那魔兽傀儡却没有丝毫退让 反而还兴奋了起来 于是便发起了反攻 只见他一个口气吐出 便震飞了全部的箭矢 就连小队的坦克抵挡的 也是十分吃力 这时提尔也是意识到了不对劲 刚刚的攻击对他竟然完全没有效果 就在这时希里斯突然站了出来 你们这群废物 难道这就把你们吓到了吗 给我一起冲上去 我不信这一只魔兽还能翻上天不成 再看亚瑟这边 他也是听到了黑暗里传出的声音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条尾巴就冲着他射了过来 不过亚瑟还是靠着 极高的灵敏度躲了过去 这是尾巴吗 怎么看着如此坚硬 接着就看到了 另一只蝎子傀儡向他冲了过去 而亚瑟也是很轻松的便躲了过去 接着蓄力一拳 便直接洞穿了魔兽傀儡的身体 我这3190点攻击力的拳头 可不是谁都可以接住的 看着满地魔兽残骸 黑暗里的身影也是一惊 没想到居然这么轻松 就解决了我的傀儡 真是个有趣的小家伙 因此亚瑟也是担心不已 原来正主还没有出现 不过 我要想在前面的boss房里拿到解药 就不能在这里浪费过多的体力 还是直接跑路算吧 这时声音的主人也走了出来 正是A加级魔兽沙蒂尔 看着眼前的黑丝欲解 亚瑟瞬间就没了跑路的想法 见亚瑟那炽热的目光 沙蒂尔感觉有被冒犯到 说什么也不愿意用手去触碰这肮脏的人类 况且他还要控制外面的魔兽进行战斗 不过看着眼前的亚瑟 他还是决定先解决了它 说着便抬起了他的黑丝欲卒 见此亚瑟更不可能退缩了 哎呀 就让我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吧 说着便开启了系统 看着即将砸下来的大方箱角 亚瑟那是一点躲避的念头都没有 随即就被沙蒂尔夹住了脖子 接着轻轻一转 便把亚瑟按在了地上 而这时系统也是成功地锁定了沙蒂尔 随着躁动值的出现 外面的魔兽也跟着变得奇怪了起来 但提尔等人却是兴奋不已 还以为是他们的攻击起效果了呢 而此时的亚瑟已经被沙蒂尔挑起了下巴 接着更是将他的狱卒踩到了亚瑟的脸上 并且还不断地挑逗着亚瑟 而下一秒亚瑟直接就朝他的狱卒咬了上去 瞬间就带给了沙蒂尔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而亚瑟的属性也是得到了提升 再看外面还在酣战的魔兽傀儡 脸颊也是变得更加红润了起来 这时贝拉也开始担心起了亚瑟 都过去这么久了 怎么亚瑟还没有动静 不会是被石头砸晕过去了吧 说着便准备前去查看一番 还不忘让提尔掩护一下自己 还没等提尔反应过来 他便冲了过去 然而他却正好走到了魔兽的攻击范围之内 就在那千军一发之际 终究是提尔扛下了所有 来到沙蒂尔这边 看着被亚瑟瞬息过的狱卒 他的心里也是泛起了一阵恶心 而亚瑟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还来了个生猴 看着眼前猥琐的亚瑟 沙蒂尔终于是要展开了报复 他是最厌恶人类的A家级魔兽沙蒂尔 却是无法自拔地爱上了眼前的这个男人 仅仅只是触碰一下 他也会全身躁动浴火焚身 就在刚刚 亚瑟成功地挣脱了沙蒂尔的束缚 但此时他的手里并没有武器 因此也无法使用顺身斩 无奈之下 他只好挥舞着拳头冲了上去 然而此时的他远不是沙蒂尔的对手 很快便落入了下风 不过当沙蒂尔踢到亚瑟的脸上的时候 他却有了一种莫名的舒适感 虽然亚瑟与墙面来了个亲密接触 但却增加了沙蒂尔的躁动值 为什么脑袋里全是那种画面 不行 我得赶紧解决了这个家伙 要是他们跑进那些大人的房间就坏事了 说着他又控制了手中的丝线 接着便将蝎子的尾巴残骸甩向了亚瑟 见此亚瑟也是紧张了起来 不过现在亚瑟的灵敏度 已经足以躲开这样的攻击 随即他又将魔力全部汇聚到了手掌之上 只见他用力向下一劈 那截尾巴便断成了两半 不过沙蒂尔的黑丝眉腿也是袭了过来 只见他还是和之前一样 一下子就锁住了亚瑟的喉咙 接着便将他禁锢在了地上 这次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然而亚瑟怎么可能就此屈服 只见他直接伸出了自己的咸猪手 随即一把便抓住了沙蒂尔的眉腿 这一下子也是刺激到了沙蒂尔 混乱之下 他直接一脚踩到了亚瑟的脸上 你这恶心的人类 不要用你那脏手来触碰我的大脑 说着便用那断了的蝎尾 禁锢住了他的双手 完了 这一下彻底是没有了反抗的能力 就在这时 沙蒂尔也是抬起了他的狱卒 随即便踩在了亚瑟的脸颊之上 虽然亚瑟很屈辱 但他的各方面属性却是在不断地攀升 再看此时的沙蒂尔 已经有了飘飘欲仙的感觉 真的好想将他的全身上下都踩一遍 人类只配被我踩在脚下 而外面的蝎子魔兽也是受到了影响 就连站稳都显得困难起来 见此外面的勇者也是兴奋了起来 他终于快要撑不住了 再加把劲 我们就要赢了 而沙蒂尔这边已经是忘乎了所有 这种感觉简直是太奇妙了 可就在这时 蝎子魔兽却将魔爪伸向了贝拉 由于没有任何的预兆 贝拉也是被打飞了出去 好巧不巧地来到了西里斯旁边 另一边亚瑟也是备受折磨 等一等 小亚瑟可是我的底线 绝对不能碰那里 然而沙蒂尔可管不了你心 直接便将狱卒放了上去 而这时蝎子魔兽的攻击目标 又换成了西里斯 无奈之下 他只好奋起反抗 看着距离这么远 还能精准攻击的魔兽 西里斯也不禁后怕了起来 而另一边沙蒂尔的躁动值 也即将到达100% 就在西里斯愣神之际 蝎子魔兽突然从背后发起了攻击 看着越来越近的巨傲 西里斯只好转身格挡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原来这么厉害 于是他便抓住了这次机会 立马释放了大招 五星光芒斩 一瞬间便将蝎子魔兽轰飞了出去 看着节节败退的魔兽 小队成员全都兴奋了起来 队长果然厉害 居然一击就将蝎子魔兽给击倒了 而随着沙蒂尔的逐渐迷离 蝎子魔兽也是浑身颤抖了起来 见此西里斯表示也不过如此嘛 看来我比想象中的强大多了 看着不断在地上挣扎的蝎子魔兽 西里斯也是只冷了起来 都让开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A级队长的实力 与此同时 沙蒂尔还在不停地摧残着小亚瑟 就算是嘴上说要冷静 但狱卒是不会骗人的 而备受屈辱的亚瑟也是暴躁了起来 可恶的魔兽真是欺人太甚 不过沙蒂尔却将狱卒塞进了他的嘴里 你这肮脏的人类 就连声音都这么恶心 给我闭嘴吧 可就是这个举动 突然使亚瑟的各方面属性得到了暴涨 另一边西里斯又和魔兽激烈战斗了起来 不过随着沙蒂尔的不断躁动 蝎子魔兽也是没有了之前的凶猛 竟被西里斯一招击退 这也不过如此吗 看着躺在地上的魔兽 西里斯也是膨胀了起来 通过这地下城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再看沙蒂尔这边已然是彻底沦陷 真是太舒服了 这种感觉我希望永远都不要消失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直接便唤醒了他 沙蒂尔 外面怎么这么吵 这时沙蒂尔也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耶大人 说着沙蒂尔便与亚瑟拉开了距离 完蛋了 我居然忘记了那耶大人交代的任务 不行 我必须做点什么 现在将功补过应该还来得及 可是眼前的亚瑟却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怎么回事 这还是刚刚被我肆意玩弄的人类吗 简直和那耶大人一样 令人毛骨悚然 此时在沙蒂尔的眼里 亚瑟就如神明一般不可战胜 没有多想 他直接就逃离了现场 看着远去的沙蒂尔 亚瑟并没有追赶 毕竟拿到魔神之血才是重中之重 此时外面的众人也是击败了魔兽 而清醒过来的贝拉利马便冲到了石堆旁 这时亚瑟也从里面走了出来 亚瑟能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你怎么全身都是灰 要不要让牧师给你看看有没有受伤 此时一旁的提尔却是握紧了拳头 再看希里斯这边 他已然是被刚刚的战斗冲昏了头脑 所有人给我听着 你们以后都走在我的身后 我要单刷BOSS 看来这座地下城也没有情报上写的那样危险吧 这次要是成功攻略的话 那回到工会之后 我还不得直接起飞 与此同时 沙蒂尔也是回到了BOSS房间 那爷大人 外面有个很厉害的人类 他居然能在一瞬间提升巨大的战斗力 还请您务必要小心才是 但那爷只是缓缓问道 沙蒂尔我的命令是什么 听此沙蒂尔也是一愣 但还是说了出来 大人说让我看好门 不要让任何生物进入您的房间 那你进来干什么 还没等沙蒂尔做出解释 便被一道激光洞穿了身体 我不想听任何的借口 既然你违抗了命令 那就成为我的燃料吧 说着他便缓缓地抬起了手指 而沙蒂尔也是被扔到了一旁的尸山之上 但此时的沙蒂尔还不断地弥难着 我还不想死 经历了这么久 终于是快要完成了 看着眼前咕咚的绿色液体 那也变得异常地兴奋起来 用了上千只人类和魔兽的尸体当燃料 这魔神之血终于开始沸腾了 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大门却被暴力拆除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这么大胆 居然敢闯进我的房间 再看来人正是希里斯一行人 这时系统也是检测到了魔神之血的存在 亚瑟当即便愣在了原地 能解我身上毒的东西就是那个吗 而此时希里斯也是站了出来 嗨嗨 所有人给我听着 没有我的命令都不准动手 本队长要单刷这个丑八怪 亚瑟这次是真恶了 就连内耶他看着也是风韵犹存 就在刚刚 亚瑟成功地干扰了内耶的判断 随即他便跑向了魔神之血 肮脏的人类居然使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我不准你靠近我的计台 见此提尔也是抓住了机会 就是现在 然而内耶仅仅是抬手之间 便制止了提尔的行动 甚至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而他的另一只手也是汇聚了能量 这家伙速度太快了 真是个麻烦神 见内耶要对亚瑟出手 被他瞬间不愿意了 有我在我是不会让你伤亚瑟一分一毫的 说着他与提尔便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这也成功地干扰了内耶的准步 再看这一道攻击直接打在了亚瑟的旁边 其产生的冲击波正好为亚瑟提供了动力 只见他直接便冲向了魔神之血 然而外围的法阵却是亮了起来 当他触碰到的那一刻 法阵瞬间爆发出了强大的能量 直接就把亚瑟阵飞了出去 呵呵 这可是我亲自画的法阵 只要我还活着 那么就没有任何生物可以进去 这时亚瑟也意识到了投机取巧是不现实的 必须要先击败这个boss 突然旁边山洞里的东西引起了亚瑟的注意 这 这里居然有海思梅头 接着他便凑了上去 原来是之前逃走的沙蒂尔 再看内耶这边 他也是被贝拉二人成功地激怒了 说着便将他们甩飞了出去 我不去招惹你们 你们反而前来挑衅于我 等着吧 我的祭祀需要心平气和地进行 完成之后我必定去你们的城市走一走 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我心中的怒火 这时亚瑟也察觉到了那边的情况 不好 贝拉有危险 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蘑菇 随即便放在了山洞口 贝拉我来了 你一定要撑住啊 此时的沙蒂尔也认出了这盖兰蘑菇 于是他便伸手拿了起来 随即便一口咬了下去 没想到对我最好的居然是我最讨厌的人类 这时也是触发了系统的隐藏功能 没想到绑定对象对玩家产生好感 居然可以解锁武器库 莫名出现的卡牌也是看待了亚瑟 不过现在可不是了解规则的时候 什么花里胡哨的全部给我跳过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救人 说着亚瑟便随便抽了一张 一道光芒闪过 亚瑟的手里也出现了一把赤色的宝剑 就拿你的鲜血来帮我的暴衣神剑开封吧 说着亚瑟便斩了下去 但那爷还是一只手便接住了他的攻击 呵呵 果然是愚蠢的人类 本作略施小计便上当 这两只蝼蚁只是诱饵罢了 我真正的目标一只都是你这只速度极快的蟑螂 这么近的距离 我看你这次该怎么躲 你是不是太自负了 我可没有说要躲呀 随即亚瑟便划破了那爷手上的一层老茧 见此那爷也是准备嘲笑人类的弱小 但下一秒他的全身衣服直接爆开 这是什么剑法 我的衣服为什么全都没了 见此亚瑟也不得不感叹他的强大 再看此时的那爷瞬间便修奋交加了起来 可恶的人类 老娘一定要杀了你 贝拉终于鼓起勇气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然而亚瑟却是一脸的嫌弃 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合适 就在刚刚 亚瑟使用暴衣神剑轻松地便破开了那爷的上衣 但还有两处没能破坏 因此也无法触发被动圣剑降临 刚才只是攻击了他的手掌一下 就爆开了他上面的衣服 若是再来一次攻击他的腿部的话 那么一定就能破开他下面的袍子 之后再打掉他的面罩 并能直接触发必杀了 此时的亚瑟信心满满 现在的我只需要近身到Buff周围 然后不断地发动顺身斩 就一定能够砍中一下 但这时系统却传来了提示 剩余的魔力值只够发动六次顺身斩 并且中间还存在十秒的冷却时间 不过锁定新的敌人可以直接触发一次此技能 听此 亚瑟也是一阵吐槽 什么垃圾技能 不如还是删了吧 当然这只是玩笑话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也就勉为其难的用用吧 说着亚瑟便冲向了那爷 但还是被他轻松地躲了过去 可恶 居然又没斩中 这时那爷也是发现了亚瑟的异常 怎么这个家伙就专门攻击我的腿部 难道还想把我下半身的袍子打没不成 你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 说着那爷便给了亚瑟一脚 直接就将他踹飞了出去 我滴妈 这娘们的力道还真大 不去采贝真是可惜了 但这和毒性发作一点点融化身体比起来 又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亚瑟便再一次发起了冲锋 而这时的那爷也是瞄准了他 快一点再快一点 这十秒的冷却时间还真是漫长啊 终于亚瑟来到了那爷的身旁 与此同时 顺身斩掩式准备完毕 我就不信这么近的距离你还能躲开 接着一剑麾下 剑尖竟沾染了一丝血迹 难道是砍中了吗 当亚瑟抬起头的时候 眼前的画面却令他大失所望 只见那爷高高的矗立在那里 臭小子 我也没说要逃啊 要不是老娘害怕走光 无法做太大的动作 你早就被我轰成肉泥了 听此 亚瑟也是汗流加倍了起来 不过他还是应激性地躲开了那爷的攻击 而随着那爷的不断轰炸 亚瑟也是陷入了被动 可恶 为什么十秒钟会这么久啊 无奈之下的亚瑟只好正面迎击 这时二者的碰撞也是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 就连一旁的贝拉二人也是受到了影响 没想到亚瑟居然能够和boss正面对抗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只有F级勇者的水平吗 但发挥出的战力竟连我这B级勇者也是望尘莫及 再看此时的亚瑟也是支冷了起来 哈哈 这把剑的属性简直太好了 我现在既能打散你的攻击 也能躲开 因此你的攻击对我已经无效了 就算像你说的这样又如何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我可以轻松地杀掉那个脚受伤的女人 见此 亚瑟立马便发动了顺身斩 然而却只斩断了内耶的指甲 完全就没有影响攻击的路线 见此亚瑟直接就冲向了贝拉 就在那千军一发之际 亚瑟直接用系统锁定了贝拉 随即便发动了顺身斩 这才成功地救下了贝拉 但她的护甲却是被完全震碎了 还好可以刷新技能 看着毫发无损的亚瑟 内耶差点就被气笑了 忘记给魔神之血添加柴火了 不行 我得赶紧维持住技台的温度 不然可又要多等一百年了 再看此时的贝拉却是发生了大变样 我的身体怎么会这么燥热 亚瑟 快帮帮我 我快坚持不住了 再看她的躁动值已然是达到了91% 看着慢慢向自己靠近的贝拉 亚瑟也是愣在了原地 看着近在咫尺的贝拉 死去的记忆却出现在了亚瑟的脑海当中 吓着亚瑟一下子就弹射了出去 这时贝拉也反应了过来 我刚才是怎么了 居然还伸出了舌头 真的好羞耻啊 亚瑟会不会认为我是那种不知羞的女生 来到内耶这边 她已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魔神之血当中 绝对不能让魔神之血冷却下来 不然又要再加热一百年才能使其沸腾 说着她便操控起了无数的魔兽尸体 接着小手一挥 他们便被当作燃料投进了锅底 这一幕可使得亚瑟呆住了 不是吧 她居然是想将魔神之血烧干 看来必须得赶紧阻止她才行 可她的速度太快 我根本砍不到啊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把自己的实力提升到 让爆无法躲避的地步 看着还在埋头加插火的boss 亚瑟也是快速找上了贝拉 现在我已经找到击败boss的办法了 只要你与我探讨生命的起源 那么一定就可以成功的 听此 贝拉也是羞红了脸颊 一旁的提尔更是怒骂亚瑟 是个趁人之危的伪君子 当亚瑟握住贝拉玉手的时候 她的躁动值也是来到了93% 见此 提尔直接拍掉了亚瑟的手腕 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看你就是想占贝拉的便宜吧 贝拉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她呀 但贝拉却是害羞地表示 我是很相信亚瑟的 既然她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是不会假的 至此 2024年第一位小丑选择了元宵解除道 接着贝拉也是深情地看向了亚瑟 这的确让我很为难 但一切都是为了打败魔兽 我其实一点也不想和你一起交流学习的 但亚瑟却是始终不能进入状态 只因童年的阴影实在太大了 她丝毫就没把贝拉当作一个女孩子过 还请不要在我的面前做这样的事情 再看此时的亚瑟也是选择了和儿时一般 一把推开了贝拉 好险啊 差点就明节不保了 但提尔的崩溃却使得亚瑟的全部数值提升了5000点 破案了 这系统绝对是曹贼后裔 这时贝拉也是缓缓地站了起来 亚瑟不要走 还是要了我吧 不然你现在打不过怎么办 真的就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而亚瑟却是冷漠地回了一局 不需要 至此又一位纯爱战士应声倒地 贝拉 原来亚瑟的实力比我强啊 怪不得你会对他有好感 但我还是想问问你 该不会是那件事吧 再看这时亚瑟又是冲了上去 现在我的数值都增加了5000点 应该是足以应对他了 而这时的魔神之血只差了一点温度 便能补齐刚刚损失的能量了 因此内耶也是将目光放在了亚瑟三人的身上 说着内耶便张开了手臂 自豪吧 肮脏的人类 作为我的柴火是你们一辈子都无法获得的殊荣 接着便开始凝聚起了能量 这时的内耶在亚瑟的眼中是那么的圆润光滑 果然攀登珠峰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而内耶也是发射了最强一击 见此 亚瑟立马将暴衣神剑挡在了身前 随着激光波的不断消耗 亚瑟的魔力值也是在肉眼可见的下降 很快 亚瑟的魔力值便被消耗殆尽了 哼哼 我看现在你还拿什么反抗 就在亚瑟绝望之际 贝拉却是从背后抱住了他 亚瑟 我就知道你需要我的帮助 随即亚瑟便用洗面奶洗了一把脸 看到这个画面的提尔那是彻底的心碎了 提尔你是个好人 但我早就和你说过 我的心里早已住下了别人 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变过 再看亚瑟的身上直接泛起了金光 检测到提尔彻底心碎 全数值增加两万七千五百点 这是一旁的内耶彻底的无语了 开挂也不能像你这么开把 他明明是无敌于地下城的最终boss 却甘愿成为锅底的一份燃料 只为让伟大魔神重现人间 但亚瑟怎么会让他得逞 经过贝拉的加持之后 亚瑟瞬间便充满了力量 看着眼前衣衫蓝绿的内耶 亚瑟毫不犹豫地便冲了上去 还没等内耶反应过来 便被亚瑟击中了身体 高手从来不回头看爆炸 只见内耶身上紧剩的布料也被斩了下来 下一秒 暴依神剑也是解锁了必杀剂 圣剑降临 再看内耶这边 他是彻底地被亚瑟给激怒了 接着便汇聚了全身的能量 接下来这一击注定会有一方落败 而此时的亚瑟也是举起了手中的暴依神剑 随着内耶激光波的发射 亚瑟也是挥下了这必杀一击 只见那一道剑气直接划破了周围的空间 直直便向内耶冲了过去 最终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当烟雾散去的时候 内耶已是没有了半点反抗的能力 现此 亚瑟便抛开他静止地走向了魔神之血 然而当他靠近祭坛的时候 却发现 那道阵法依然存在 不是吧 他都没力气了 这魔法阵居然还能运行 这时的内耶也是强撑起了身体 你这肮脏的人类 我是绝不会允许你触碰魔神圣洁的血液的 见此 亚瑟再次握紧了手中的长剑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我就在九秒内解决你吧 但这时一旁的贝拉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系统提示道 此时的贝拉已经达到了死亡的边缘 恰巧在这时 内耶也是站了起来 卑微的人类看到了吧 最后的胜利只会属于我们魔兽 到底是选择魔神之血 还是生命垂危的贝拉 此时的亚瑟也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但仅仅思考了片刻 他便抱起了贝拉 接着又拎起了提尔 毫不犹豫地便向着外面冲了出去 眼看就要离开的房间了 亚瑟也是开启了系统 给我找到离出口最近的路线 虽然周围全是魔兽 但亚瑟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治疗贝拉的伤势 面对前来阻挠的魔兽 亚瑟也是一箭斩之 亚瑟虽然不能接受贝拉的告白 但儿时的记忆 却是那般的令人难以忘怀 那时的贝拉由于相貌的原因 所有的小伙伴都嘲笑她 只有亚瑟不会对她有偏见 对于那些嘲讽贝拉的人 亚瑟回应他们的只有拳头 我们的游戏还没有结束 不是要过家家吗 我是男的就当爸爸 而你就当妈妈吧 说着便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我会永远对你负责的 是的 亚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承诺 即使自己会深受融化之苦又如何 我承诺了会保护你 就一定会给你美好的未来 回到那夜这边 魔神之血依旧还是差了一点温度 于是丧心病狂的那夜居然牺牲了自己 就让我来补齐这最后的温度吧 圣洁的魔神大人 我不能亲自服侍您了 与此同时 亚瑟刚解决完一头巨龙魔兽 手中的暴衣神剑就莫名地消失了 这也证明了那夜真的牺牲了自我 不过亚瑟也是不再需要她了 因为此时的他们已经来到了地下城的出口 而小队的其他成员居然也奇迹般地跑了出来 侥幸活下来的希里斯还在抱怨着亚瑟把他当作盾牌的事情 就在这时 亚瑟也是冲了出来 见此 希里斯立马爆发了出来 抽出属下的长剑便要处决他 但亚瑟根本就没有时间理会这只傻鸟 直接踏着他的脸颊便跑过去 回来我再找你算账 这一幕可是吓坏了一旁的队员 这亚瑟也太莽撞了吧 居然连队长也不放在眼里 就在这时 另一名队员却是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没想到亚瑟居然把队长的翔都给踢出来了 可怜的莎蒂尔 刚刚逃出那夜的魔爪 转眼就落入了魔神萨托斯的手中 心灰意冷的他已经洗白白走进了房间 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 魔神萨托斯竟是一位白发玉姐 太好了亚瑟 我还是属于你的 就在刚刚 经过亚瑟的不懈努力 性命垂危的贝拉终于是被成功地送进了医院 虽然现在的亚瑟已然是身心俱疲 但他必须马上返回地下城 毕竟魔神之血他是必须得到的 而此时的地下城内 在那夜献祭之后 魔神之血也是逐渐躁动了起来 下一秒 只见一条红色血柱瞬间喷涌了出来 很快便成为了一个红色围杖 而躲在一旁的莎蒂尔也是目睹了整个过程 当他看到一双毫无血色的双手从中伸出的时候 瞬间便缩到了角落瑟瑟发抖 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就像是无数的针扎进骨头一样 再看那边 围杖已然是变成了一系红发 这熟悉的味道 没错了 这的确是我的后花园 可怜的人类 你们的神又回来了 见此 莎蒂尔本能地便选择了逃跑 可是那么大的动静 怎么可能逃过萨托斯的眼睛 说着萨托斯便顺移到了那里 只见他只是触碰了一下墙壁 随即整个山体便塌陷了下去 就连地下城其他的层面也是受到了影响 接着所有的魔兽便都落在了这最后一层 当然 想要逃跑的莎蒂尔也是彻底的暴露了出来 当众魔兽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然是看到了地下城外面的太阳 没想到地下城居然塌了 难道是内耶大人的杰作吗 听此 萨托斯立马说道 内耶已经成为过去世了 现在我需要一个用着衬手的仆从 还没等萨托斯的话说完 就立马有魔兽跪了下来 魔兽就是追求强大力量而延续至今的种族 我愿意追随比内耶大人更强大的你 随即所有的魔兽都匍匐在了地上 但萨托斯却根本就看不上他们 接着只见他缓缓地挥动了一下手 无数的魔兽便投入了内耶的怀抱 一群丑陋的家伙 想得倒是挺美 说着便慢慢地走向了沙蒂尔 你妈 长得倒是还可以 抬起头来 对了 记得张开嘴包 此时的沙蒂尔完全就没了法康的念头 于是便按照他的吩咐做了下去 见此 萨托斯直接便把自己的血液灌进他的嘴中 吃下的一瞬间 沙蒂尔便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没想到原本重伤的身体 竟在快速地自动恢复 怎么样 现在你的身体应该很舒服吧 我的血液可以恢复一切伤势 并且还能增加力量 眼看天马上就要黑了 你去清洗一番 然后找个房间等着我就可以了 画面一转 勇者的工会大楼内 希里斯被狠狠地按在了办公桌上 你这个废物 连这么简单的任务都能失败 我还要你做什么 此时的艾伦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而希里斯还在苦苦哀求 对不起哥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 如果我的队长全力被剥夺的话 就要和工会交接和审查小队所剩资产 万一我们私自倒卖工会资源被发现的话 我们可就完了 听此 艾伦直接便给了他一脚 我当然知道了 你刚刚说 小队里有个家伙违抗了你的命令对吧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吧 就说他是逃兵 按照法律直接判他死刑就可以了 再看此时的亚瑟 直接便被眼前的一幕给整猛了 地下城这是怎么了 怎么全都塌陷了 说着他便冲向了祭坛 看着空空如也的大坑 亚瑟直接便愣在了原地 怎么会空了呢 来到沙蒂尔这边 此时的他仍是无比的惊恐 突然 一双大手直接从他的身后伸了出来 撒托斯大人请不要这样 但撒托斯却变本加厉了起来 不过沙蒂尔很快便感觉到了不对 怎么感觉被人带球撞到了 说着他一把便将撒托斯推了过去 回头一看 没想到坐在床上的居然是一名白发欲姐 但沙蒂尔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撒托斯大人 您 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呵呵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到了晚上 我就会失去所有的能量 回归本真 也就是现在这个小女孩的模样 而你的存在 就是为了保护现在的我不被别人伤害 并且要处决所有对我有敌意的骄傲 还有就是 不要想着你能逃走 或者杀了我 白天你喝了我的血液 只要我一个念头 你的全身就会瞬间融化 所以你要乖乖的听话有 再看此时的亚瑟 正在一间一间的房间寻找 魔神之血一定还在这座地下城里 我一定还有救 说着亚瑟便打开了系统地图 准备寻找任何可能存在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神仙见面仪式 双方竟能毫无顾忌地探索自己向往的地方 不得不说这次亚瑟算是找到知己了 再次来到地下城之后 看到的却是满地的狼藉 不 不会的 魔神之血一定还在这里 说着亚瑟便打开了之前获得的地图 即便是要将这地下城翻个遍 我也绝对不能放弃 而此时撒托斯却是向沙蒂尔说起了 自己为何这样的原因 原来他的心脏居然被封印在了勇者公会里面 因此自己才受到了限制 不能够在晚上使用自己的魔力 不过等到白天的话 自己则会恢复实力 等拿回心脏之后 我便会让整个世界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 就在这时 获得魔神加持的沙蒂尔突然听到了外面急促的脚步声 随即立马便摆出了战斗的姿态 魔神大人请放心 让我去看看到底是哪只老鼠 不过撒托斯却是叫住了他 记住战斗的时候 距离不要超过我无理之外 不然的话 你的身体同样会直接融化掉 听此 莎蒂尔立马便惊出了一身冷汗 还是魔神大人想的周到 属下明白了 这时的亚瑟已经把能找的地方都翻遍了 唯独眼前的这个房间还没有搜索 那么魔神之血一定就在这里了 说着亚瑟便直接冲了进去 完全就没有注意到埋伏在一旁的莎蒂尔 只见莎蒂尔又是伸出了他的狱祖 不过敏捷度叠满的亚瑟还是轻松地躲了过去 见来人是亚瑟 莎蒂尔也是一惊 怎么又是你这个肮脏的人类 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亚瑟踏出大门的那一刻 萨托斯竟也起了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身体会忍不住地抽搐起来 这种感觉可是只有靠近心脏的时候才会有的 再次回到莎蒂尔这边 看着面前熟悉的老朋友 莎蒂尔立马劝阻道 那夜都已经死了 你还回来干什么 速速离去 我就当你没来过这里 但亚瑟根本没有听进去 只是关心地问道 你的身体恢复了吗 真是太好了 怎么样 我给你的蘑菇吃起来应该很美味吧 听此 莎蒂尔的翘脸上也是泛起了一阵红韵 你就不要自作多情了 那蘑菇一点都不好吃 简直就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东西 虽然嘴上说着讨厌 但那好感度却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71% 见此 亚瑟立马便兴奋了起来 嘿嘿 你就别装了 你看你脸都红了眼 你对我的好感动要比我想象的要高哟 被揭穿的莎蒂尔立马便恼羞成怒了起来 随即便赏了亚瑟一个他最爱的大芳香脚 你可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明明对你就没有一点好感度 感受到莎蒂尔玉族的余温之后 亚瑟那是相当的满足 于是便干起了正事 好了 我现在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回头我一定躺在那里让你随意揉你 见此 莎蒂尔也是一惊 我明明都踩到他了 为什么还能被他给逃掉 但此时的亚瑟已经来到了大门前 正想推门进入的时候 大门却是突然从里面打开了 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一个白发欲剪 这一幕直接就把亚瑟给看待了 我又开始相信一见钟情了 于是大手便情不自禁地伸向了风饼 居然如此难以掌握 测量过尺寸之后 亚瑟也是很识趣地便收回了大手 不过撒托斯哪里吃过这样的亏 说着也是伸出了自己的鲜鲜玉手 直接便锁住了小亚瑟 这感觉不要太爽 而此时的亚瑟体内竟显现出了最原始的结合体 为什么 我的心脏居然成为了这个男人的那个部位 看着愣神的撒托斯 亚瑟也是愤怒地将他推了过去 不要以为长得漂亮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男人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给出了提示 原来魔神之血就在眼前 我的解药居然变成人了 在思考了0.01秒之后 亚瑟立马便划破了撒托斯的手掌 接着一口便作了上去 这一操作也是让撒托斯躁动了起来 然而无论亚瑟如何吸取 自己体内的毒仍然没有解掉 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血怎么会无效呢 呵呵 我现在已经变成人类了好吧 血当然是无效的了 这时莎蒂尔也是冲了过来 见此亚瑟立马便退后了数女 哎呀 我给忘记了莎蒂尔还在旁边 看来以后得低调一点了 看着眼前的男人 撒托斯也是陷入了沉思 我的心脏居然被一个人类吸收了 并且还化为晶圆储存在了他那肮脏的部位 看来想要恢复实力 就只能强行吸回体内了 而一旁的亚瑟也没有闲着 看来他的血液是没什么用了 难道是要他身上的其他液体才能解毒 算了 为了自己的小命 以后一定要尝试一下 现在得想办法把他带回去才行 可就在这时 他面前的地板却发生了坍塌 随即一只蜘蛛女便窜了出来 哈哈 撒托斯大人您终于醒来了 那种让我神魂颠倒的感觉 正在我的体内翻涌呢 看看 您赐予我的铃铛 我可是一刻都没有取下来过呀 这已经充分表达了我对你的爱意 所以我应该可以把你给吃掉了吧 再看一旁的撒托斯居然流出了冷汗 显然他是没有算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不过就在这时 亚瑟却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哪里来的丑八怪 这小姐姐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说着亚瑟便带着撒托斯离开了地下城 此时房间里只剩下了 巴斯加纳独自在风中摇曳 逃出来之后 亚瑟也是没有停留 静止地便向着自己的居所冲了过去 反应过来的加纳 立马便挥动了自己的六只小短腿 你这可恶的人类 给我站住 撒托斯大人只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不过身为魔兽 他是不可能轻易进入人类的居所的 回到家之后 亚瑟直接便将撒托斯放在了地板上 你放心吧 这里是我家 不会有人伤害你的 见此 撒托斯心中又生出了一个主意 随即他便搂住了亚瑟的脖子 亲爱的勇者大人 我被可怕的魔兽给诅咒了 如果不与男人进行深入交流的话 那么我很快就会死掉的 所以还请勇者大人就就切身吧 听此 亚瑟却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可是一位正直的勇者 怎么会趁人之威呢 喜欢裸奔的兄弟们都知道 要想体验过程更具性价比 那就必须准备好一条小方的 普通人往往都只会遮住小弟弟 但这个男人却选择了掩盖面容 只要别人不认识我 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 之所以亚瑟会干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 还要从他成功逃回家里开始说起 为了能够快点恢复实力 魔神撒托斯竟要直接将亚瑟给就地正法 看着如此强势的撒托斯 正义的亚瑟告诉自己 一定不能做这种趁人之危的事情 但身为勇者又有帮助弱者的责任 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之后 亚瑟最终还是选择了牺牲自我 就在撒托斯以为美元计得逞的时候 观察入微的亚瑟却是发现了一丝不对 怎么感觉有什么东西顶到我了呢 莫非这女子长有尾巴不成 等等 就算是魔兽尾巴也应该长在后面啊 突然之间 亚瑟算是反应了过来 我勒个大槽 兄弟你玩得这么变态的吗 说着便一把将撒托斯推了出去 而这么大的动作 也是将亚瑟口袋里的小王妃给颠了出来 但此时的亚瑟还是没能缓过进来 你 你怎么也会有那个东西 不过撒托斯却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壁冬了上来 勇者大人 你刚刚可是答应了要救我的妖 我想你应该不会反悔的吧 此时的撒托斯内心也是充满了懊恼 没想到天这么快就要亮了 我的身体也难免的发生了一点变化 就在这时 一旁的王妃尤格身上却是泛起了一阵紫光 接着在亚瑟二人的注视之下 竟直接变化为了人性 而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主人饿饿 你也看到了他现在更需要我的帮助 所以还请你们等一下 说着便独自一人跑向了厨房 虽然这一小插曲为他迎难而上 拖延了一定的时间 但若是不那样做的话 自己体内的毒也无法解除 但怎么想自己也不是那种人啊 就在亚瑟快要崩溃的时候 撒托斯却是缓缓地走了过来 我必须立马拿回自己的力量 如果这个人类不知好歹的话 那么就只能把王应上宫了 被莫名其妙所住命运咽喉的亚瑟 也是浑身一机灵 随即便本能地跑了出去 见此 撒托斯也是一脸无奈 现在这副人类的躯体还是太过雷弱了 根本就没有霸王应上宫的资本 出来的亚瑟发现尤格竟然进入了厕所 于是便好奇地上前看了一看 这一看直接就刷新了亚瑟的三观 没想到王妃这小妮子 居然对劫策灵情有独钟 不过亚瑟还是将做好的饭菜递到了他的手里 见亚瑟已然拯救了尤格 撒托斯便又发起了攻势 这次你该没有理由拒绝我了吧 说着便又将亚瑟壁咚在了墙上 好巧不巧的是 此时也到了系统回收武器的时候 于是光溜溜的亚瑟便完美地展现在了撒托斯的眼前 这时系统又发布了一个奇葩的任务 居然要亚瑟身披一块布在街上奔跑 并且还要向33个人招手 听此 亚瑟立马便选择了拒绝 我的仪式英灵绝对不能毁在你的手上 不过下一秒亚瑟便被转移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面前 不以为然的亚瑟在看到里面的景象之后 立马便觉得其实这个任务他还是挺喜欢的 原来在这宫殿里面全部都是比萨托斯还疯狂的肌肉猛的 在计划好如何出门之后 亚瑟立马便行动了起来 走之前还不忘提醒二人 遇到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要领会 离开房间之后 亚瑟果断地便抛弃了之前的两种预案 还得是我亚某人机制 这样的话不就不会被别人认出来了吗 于是在凌晨的大街上便多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而此时的城市外围 Boss加纳也是找到了这里 可恶的人类 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气息了 谁能想到 才刚见一面的Boss加纳 竟也落入了亚瑟的魔爪 并且还会不适吟唱美妙的歌曲 而此时的亚瑟却还在大街上做着广播体操 由于画面过于炸裂 因此引来了很多人的目光 更有甚者 直接便追了上去 大哥你真是无敌了 教教孩子这种设恐人群吧 不过此时的亚瑟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所以他不能停歇 只能对身后的一群大哥说抱歉了 而另一边 在亚瑟出去之后 莎蒂尔很快便顺着气息找到了这里 然而这却把未经世事的游格吓了一跳 二话没说便便回了原体躲藏了起来 而撒托斯却是像见到救命稻草一般 直接便下达了让他带回亚瑟的命令 莎蒂尔知道自己无法违抗他的侄 于是又一头扎入了茫茫人海 不过回想起刚刚撒托斯所说的话语 他也是陷入了无比纠结的地步 亚瑟要是被夺取晶圆的话就会化成血水 自己明明那么讨厌他 为什么自己怎么都开心不起来呢 来到大楼顶部 他很快便看到了正在狂奔的亚瑟 经过自己一大早的不懈努力 系统的任务终于是完成了大半 可就在这时 一向安全的人类街区里 竟突然冲出了一只蜘蛛魔兽 卧槽 哥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刚刚是热心市民 现在就连魔兽也忍受不住了吗 不行 就算是哥的粉丝 也不能这么大摇大摆地侵犯人类市区啊 然而很快他就被系统泼了一条冷水 原来在没完成任务之前 他只有F级勇者的实力 其实便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可就在他求助亚瑟要一把兵器的时候 亚瑟却只是说了两句鼓励的话语 接着便一六烟跑向了闹市 而错过最佳时机的勇者 也迎来了魔兽的血盆大口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他生命里的贵人出现了 不过还没等他出口感谢 那人便一脸不屑地说道 就几只小蜘蛛而已 身为C级勇者居然还能陷入险境 真是不知道平时是干什么吃的 看着面前爆裂开来的魔兽尸体 躲在保安队长身后的勇者副会长查尔顿 也是吓了一条 不过更惊喜的还在后面 只见加纳突然便从地底窜了出来 见此保安队长立马就拔出了腰间的宝剑 说着便刺向了加纳 然而区区及勇者怎么会将他放在眼里 就只有这种实力吗 真的是有够蠢的 随即便看到他的那一整个手臂 便瞬间化为了血水 大家千万不要与他有所接触 保护查尔顿大人赶快离开这里 我会尽可能地拖住他 听此了 加纳也是露出了戏谑的表情 没想到什么蝼蚁都敢来挡住我了 看来是被小看了呢 与此同时 亚瑟也只差一位观众便可以恢复实力了 看着面前被逐渐融化的保安队长 查尔顿显然已经被吓丢了魂 不过加纳可不是什么好人 说着便要将他反推在墙上 但亚瑟怎么会让这么恶劣的事情发生 放开那胖子 有种冲我来 而这一怒吼也是引起了查尔顿的注意 自此 亚瑟的任务终于完成 下一秒他的盔甲便重新被穿在了身上 同时也来到了紧张刺激的抽卡环节 随着卡片的消失 亚瑟也是迎来了全新的技能 无声神指 被锁定的敌人 身体的触感将会与周围物体发生置换 而当敌人发出内心深处的耐喊之时 将会触发无声之力 就在这时 一旁的加纳也是认出了亚瑟的身份 没想到你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快把我的撒脱撕还给我 但亚瑟怎么可能答应 见此 加纳也是没有废话 直接便冲了上去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而就在这时 亚瑟也是成功地锁定了加纳 随着亚瑟手掌与地面的亲密接触 加纳也是发现了不对劲 可恶 怎么感觉有人在抚摸我的身体 接着便是一阵娇羞的低音 而就是这一反应 瞬间就触发了无声之力 狠狠地便将加纳压在了地下 怎么回事 刚刚只是叫了一声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镇压了下去 难道这就是那个人类的能力吗 银狠手辣的蜘蛛女郎 却也逃不过帅哥的诱惑 面对亚瑟妩媚的身姿 即使他已然极力控制 但也无法拒绝最原始的快感 可恶这个人类的能力怎么如此变态 我的身心都是属于撒托斯大人的 其他触碰我身体的人都得死 并且那种羞耻的声音 我再也不会发出了 说着加纳便将全身的毒素 全都聚集在了手掌之上 下一秒便向着亚瑟冲了过去 该死的家伙就在痛苦中死去吧 但对于敏捷度叠满的亚瑟 这种攻击显然是不够看的 不过躲过这一击的亚瑟 却被加纳的八只猪脚逼在了墙角 而加纳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直接便伸出了自己的咸猪手 看着离小亚瑟越来越近的黑手 亚瑟立马便将小手拍在了身后的墙壁之上 呵呵 还敢打小亚瑟的注意 既然你如此恶毒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再看加纳这边 刚刚还一脸狠毒的表情 如今却只剩下了娇羞 和那令人脸红的歌声 与此同时无声之力发动 加纳立马便感受到了一股来自虚空的压力 而亚瑟也趁机逃出了魔爪 接着亚瑟又是隔空一抓 还没反应过来的加纳又是一阵娇羞 但却是硬生生的将声音压了回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够让我如此快乐的事情 明明只有萨托斯大人才能做到才是 就在加纳响如飞飞的时候 象征着萨托斯的铃铛却是响了起来 而此时的加纳也是清醒了过来 萨托斯大人真是对不起 我怎么能把这卑贱的人类和您比较呢 说着便一掌拍向了自己的额头 看着满脸血液的加纳 亚瑟也是一惊 这婆娘真是个疯子 横起来连自己都不放魔 再看加纳这边 她竟直接躺在了地下 随即一只玉手也是伸向了自己的尾部 下一秒一柄50米的大宝剑便出现在了她的手中 剑身上还能隐约看见保养食用的液体 看着眼前恢复气势的加纳 亚瑟也是知道是时候动真格的 第一次的地面是胸口 第二次的墙壁是叶窝 若是按照这个推算的话 那么那个部位应该是在后面吧 见亚瑟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加纳立马便冲了过去 看着越来越近的加纳 亚瑟也是利用起了自己敏捷度高的特点 总是能在最后时刻躲过那致命的攻击 呵呵 这么慢的速度 你觉得能碰到我吗 听此 加纳并没有恼羞成怒 反而还一脸轻松的样子 这我当然知道了 不过这一招阁下该如何面对 接着一大波珠网便射向了亚瑟 没过多久 哈哈 你再跑一个给我看看啊 能够死在我的手下可是你这辈子的荣耀 说着便拿起手中的宝剑刺向了亚瑟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亚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终于是挣脱了手上的泥液 接着便一巴掌拍在了墙壁之上 嘿嘿 这应该是大腿内侧吧 果然手感确实不错 看着加纳竟然还在忍耐 亚瑟也是不动声色地向上攀登了一点 但加纳仍是死死地捂住嘴巴 硬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看着自己坚持了下来 加纳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果然只要不发出声音 就不会受到攻击了 但此时的亚瑟早已是挣脱了全身的泥液 怎么样 刚刚是不是很舒服 听到亚瑟的声音 加纳下意识地便再次捂住了嘴巴 呵呵 果然是个愚蠢的人类 我现在已经看穿了你的所有攻击招数 接下来就只剩下我单方面的碾压了 说着便用猪网做了一个口罩 将自己的嘴巴护了起来 不过亚瑟显然没有将这点小伎俩放在眼中 嘿嘿 刚刚让你产生感觉的地方是大腿内侧吧 听此 加纳的脸颊也是泛起了红韵 看着加纳的表情 亚瑟知道自己猜对了 看来这里就是按照你的身体比例排布的 那么接下来应该是我单方面碾压才对啊 地下城他真的正经吗 不可遗失的王妃尤格 沙发果断的boss加纳 本体竟都是粉嫩可爱的小家伙 看来蒙宠乐园的称号他是实至名归了 看着亚瑟一脸得意的表情 加纳还是选择冲了上去 无论你触碰我的什么部位 是毫不客气地挥动了自己的恶魔之招 这就来了吗 只见加纳全身立马便传来了苏玛的感觉 可恶 我一定能够坚持住的 哦 没有反应吗 呵呵 我就说我是可以的 不过为何这次给我的感觉和之前不一样呢 就像是从里面出来似的 但是 萨托斯大人你看到了吗 即便是里面的感觉 我也是可以忍住的 我的心始终都是属于你的呀 说着加纳又拔起了原本支撑身体的宝剑 这种程度的快感 简直连萨托斯大人的万分之一都不如 听着加纳的豪言壮语 也是勾起了亚斯的征服欲 只见她双手缓缓地放在两边的墙壁之上 接着轻轻一滑 加纳立马便感受到了最原始的欢愉 这种感觉 居然冲到了脑子里了 看着远处不停扭动的加纳 躲在废墟里的副会长也是激动了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魔法 居然能够让魔女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 我真的好想学啊 回到加纳这边 此时在她的心中 萨托斯的身影已然变得模糊起来 不行 我一定要阻止这一切 萨托斯大人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撼动的 我必须要冷静下来 见到这一幕的亚瑟也是一脸震惊 他居然连这都能忍住 看来还是我太年轻了呀 再看此时的加纳 竟将体内的毒液全都覆盖在了常见的表面 可恶的家伙 我可不会那么轻易地倒下去的 看着急速向自己冲来的加纳 亚瑟立马便施展起了自己的祖传手法 只见加纳两腿一软 直接就与地面来了的亲密接触 不行 我必须快点杀了他 说着他便举起了长剑 随即向着亚瑟便支了过去 见此 亚瑟紧紧扭动了一下脖梗 便轻松地躲了过去 再看加纳却是丝毫不慌 只见他缓缓地张开左手 那柄长剑之上的毒液竟瞬间爆裂了开来 呵呵 在这么狭窄的空间之内 你是逃不掉的 看着完全被腐蚀的小巷 加纳也是松了一口气 现在他的全身一定沾满了我的毒素 也就是说他必死无疑了 但下一秒亚瑟却是出现在了屋顶之上 你就没有什么新的招式吗 怎么老是用这种声东击西的手段 见此 加纳也是一惊 怎么可能 这个人类居然能在那种情况下跳上楼顶 别这么看着我 虽然我知道我很帅 对了 同样的招数 我怎么可能中两次呢 现在该轮到我了吧 说着亚瑟纵身一跃 接着双手便拍在了墙壁之上 随即便从屋顶顺略地滑了下来 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加纳痛苦的嚎叫 那种感觉又来了吗 看着他仍在继续忍耐 亚瑟也是不时地紧了紧手掌 终于加纳那坚如磐石的心开始动摇了 随着亚瑟力度的一次次加大 加纳再也忍不住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的咆哮声 与此同时 那只象征的撒托斯的铃铛也彻底地碎裂开来 紧接着无声之力便作用到了加纳的身上 在吞噬完一切之后 加纳也是变回了最原始的模样 自此 战斗结束 系统也是毫不犹豫地便收回了亚瑟身上的武器 见此 亚瑟便没有感到意外 而是静止走向了加纳 随即便将加纳收入了囊中 而此时加纳的心也是完全属于亚瑟了 并且亚瑟同时也获得了加纳的能力 化毒溶住 这可把亚瑟给开心坏了 难道我也能将自己体内的毒附着在武器之上了吗 然而还没等他继续研究 身后便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哈哈 总算是找到你了 敖艳欲低的白发欲解 原生却是身穿嗨斯的猫尔男娘 就在刚刚 亚瑟通过自身魅力成功地征服了加纳 就在他还在感叹所获能力的时候 魔神萨托斯却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跟丢亚瑟的沙蒂尔毫不犹豫地便划破了自己的手指 只见血液低落之时 他的面前便出现了一道血色围长 随即恢复魔力的萨托斯便从中走了出来 怎么你是找到那个人类了吗 听此 沙蒂尔立马便跪了下去 对不起萨托斯大人 这系统可是我的心脏 若是不夺回来 晚上我就又会变成没有魔力的人类 你居然把他给跟丢了 然而就在这时 远处的城市中心却是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没错了 这就是系统的力量 说着萨托斯便朝着那里冲了过去 再看亚瑟这边 面对粉嫩的加纳本体 系统也是贴心地开启了安置功能 可以直接将征服的魔兽传送回家中 完成这一操作之后 萨托斯便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还没等亚瑟反应过来 便受到了萨托斯的暴力一击 亲爱的勇者大人 你可是答应了要救切身的 怎么能在中途逃跑了呢 卧槽 你果然是的男的 并且还是质魔兽 还好我心怀正义 才没让你得逞 呵呵 勇者大人是想反悔吗 怎么会 我只是对男人没有任何兴趣 听此 萨托斯立马便换上了展男套装 那如果是这样吧 勇者大人应该不会拒绝了吧 见此 亚瑟是彻底忍不住了 你个死变态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是不会答应的 看着亚瑟向着自己砸来的拳头 萨托斯仅仅是动了两根手指 便轻易地接了下来 怎么 你们人类不都是喜欢猫耳害思吗 我还以为这样能和你开心地玩耍呢 没想到你居然拒绝了 真是太令人伤心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了 见萨托斯一脸认真的样子 亚瑟立马便将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你不要过来啊 真的是太恶心了 但萨托斯却不以为然 干嘛这么激动呀 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 接着轻轻一挥手 亚瑟便被禁锢了起来 我可是早就将系统的等级给全部升满了 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不信的话你可以用系统锁定我试试 呵呵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绝对不会锁定一个男人的 这是我为人的底线 听此 萨托斯却是没有生气 反而直接向着亚瑟扑了过去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身上的血吗 乖乖听我的话 我就可以帮你解毒药 但无论萨托斯怎样诱我 都改变不了亚瑟 就算我全身腐烂至死 也绝对不会与你结合的 说着亚瑟便扒拉开了 萨托斯的恶魔之招 没想到你还敢反抗我呢 看来是要好好教训你了 等我把这个塞入你的体内 到时候看你还如何拒绝 随即萨托斯便拍向了亚瑟 但令萨托斯没想到的是 那股能量竟直接消散了 怎么回事 我的魔力居然消失了 而且系统居然拒绝了回归 再看此时的亚瑟 也是接到了系统的提示 只要消耗50%的生命值 就能彻底将萨托斯击杀 听此亚瑟果断地选择了同意 而萨托斯也是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没想到系统为了拒绝回到我的体内 居然做到了这个地步 就在亚瑟准备锁定的时候 萨托斯立马便投来了烟雾弹 接着便划破了自己的手掌 而此时丛林中的沙蒂尔 也是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当血液滴落的时候 那道违杖也是立马显现了出来 接着出现的便是慌张的萨托斯 好险 可恶的系统居然背叛了我 真是个喜新厌旧的狗东西 不过我的位置也应该被系统锁定了吧 再看亚瑟这边 他的面前也是出现了一个面板 上面显示的赫然就是萨托斯的位置 看着萨托斯如此狼狈的样子 沙蒂尔也是关心到 萨托斯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受伤了吗 呵呵 这里没有其他人能伤害到我 况且你喝了我的血 如果我受伤的话 伤害也是会转移到你的身上 现在我的攻击无法对那个人类造成任何伤害 看来得从长记忆了 不过我可是和那系统一起待了上千年 我还是很了解他的 他让我无法攻击那个人类 但是欢愉可是不属于攻击范围啊 那么我就让他欢愉至死好了 反正系统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宿主 是个很难的事情 到时候那个男人死了 系统自然就会重新回到我的怀抱 况且我变回人类之后 系统也是无法显示我的位置的 沙蒂尔 今天晚上送我去那人类的住宿 沙蒂尔这小子又开始整花活了 为了得到亚瑟的穷江玉叶 竟直接化身无知少女 我想应该没有男人可以拒绝一场 英雄救美的戏份吧 就在刚刚 狼狈逃窜的沙托斯 为了再次得到系统的使用权 竟想出了让亚瑟欢愉至死的歹毒计策 不过身为钢铁直男的亚瑟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掰弯了 于是在沙蒂尔的魔力加持之下 沙托斯也是迎来了他的第三个形象 接下来只需要来一场英雄救美的戏份 让他来当一次英雄 我就可以合理的投怀送报 听此 虽然计划十分完美 但一旁的沙蒂尔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沙托斯大人 用欢愉的方法真的能杀掉那个人类吗 不然呢 你以为我是怎么死掉的呀 现在还被系统抛弃了 真是越想越气 以后我定要管住自己的下半身 回到亚瑟这边 使用完技能的亚瑟也是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只剩下了50天的生命 要是不能在这个时间段内找到沙托斯拿到解药桶了 那么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然而就在这时 那可恶的毒又开始发作了 接着亚瑟便感受到了脚趾传来的一阵巨痛 随着毒素的不断扩散 亚瑟直接便在地上打起了轮 由于那钻心的疼痛 亚瑟的意识也逐渐的模糊了起来 而这一幕全都被躲在角落里的副会长看在了眼里 当亚瑟再次睁眼的时候 已然是出现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见此 看守的医生立马就去通知了会长查尔顿 没过多久 查尔顿便赶了过来 你终于醒了 我就是那个被你从蜘蛛魔兽口中救下的人 你应该还有印象吧 哈哈 你就是那个被蜘蛛堵在墙角的胖子吧 我这是昏迷了多久啊 在得知已经昏睡了13个小时之后 亚瑟也是十分惊讶 看来是因为连续几场的战斗让自己体力消耗不大 听此 查尔顿连忙羞愧地低下了脑袋 不好意思 是我太心急了 而亚瑟则是趁机询问起了他前来的目的 原来是每次与异性切磋的时候 自己都会有些力不从心 昨天看到亚瑟的实力之后 就想着其能够传授一二 随即查尔顿立马朝着亚瑟鞠了一躬 还请阁下能够教我这种魔法 收我为徒吧 听此 亚瑟也是一惊 没想到堂堂的副会长居然想成为我的徒弟 不过转念一想 若是有副会长这层关系的话 那么自己就可以利用工会的资源寻找萨托斯 于是亚瑟便故作严肃地说道 我的魔法学起来可是很难的 你真的能够接受吗 见亚瑟没有拒绝的意思 查尔顿瞬间便兴奋了起来 放心吧师父 正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我肯定会拼了这条老命疯狂学习的 随即亚瑟便随意地在他的面前比划了两下 虽然没有什么大用 但在查尔顿看来就是无上秘法 说着便跪了下来 谢师父教诲 徒儿定会努力修炼 见此 亚瑟连忙把他扶了起来 嗨嗨 徒儿快快请起 为师并不在乎这些 与此同时 查尔顿的秘书也是敲响了病房的房门 原来是亚瑟的逮捕令已经下来了 这就是西里斯的报复 就算是有副会长的这层关系 也未必能够帮其平反 见此 亚瑟还想据理力争 但秘书显然不会相信一个暗集勇者的话语 不过目前这件事还在调查之中 再加上查尔顿的周旋 总算是给亚瑟争取了一些时间 听此 秘书也是时区地转移了话题 副会长大人 晚上还有个晚宴需要您去参加 不如咱们就先行去准备吧 不料查尔顿听了之后 直接表示也要带亚瑟前去 待亚瑟同意之后 二人也是离开了此处 而亚瑟则是打开了系统面板 不过地图上的位置亚瑟是越看越熟悉 我乐得去 这不就是我家吗 说着亚瑟便狂奔了回去 回到家里之后 发现小蜘蛛还在昏睡 但尤格却是不见了踪影 他居然敢对尤格下手 这次亚瑟是真的怒了 而此时的尤格还在昏昏欲睡当中 刚一睁眼便发现自己被囚禁了起来 并且旁边还有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少女 我这是在哪里啊 听此 旁边的少女也是热心的达到 这里是魔兽与人类的拍卖会场 而我们也即将成为展品 人刚伸出自己的楚禄山之爪 两大美娇娘便相继扑入了她的怀抱 勇者大人真的就不能让我先来吗 怎料尤格不讲武德 居然直接便动起了手来 你这蜥蜴怎的如此无耻 竟然趁我不被先扑了上去 在确认了萨托斯的位置之后 亚瑟连鞋都没穿 便向着目的地跑了过去 不过随着夜幕的来临 萨托斯的位置便消失不见了 就在亚瑟无从下手的时候 突然一记板斧便向着他劈了过去 还好亚瑟反应及时 一个闪身便躲了过去 小子 这里可是我们天心其位的地盘 踏入者不管是魔兽还是勇者 都格杀勿论 糟了 天心其位可是恶名昭著的强盗团队 此时城墙上也是涌出了不少的强盗 难道又是来围剿我们的勇者吗 看来监牢里的女魔兽和女人 就是为了套出我们位置所放出的诱儿了 兄弟们 赶紧把他抓起来 我们的位置要是暴露的话 那么可就危险了 看来他们口中的女魔兽应该就是尤格吧 正好我也想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变态的男魔兽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提示到 武器返还任务将在两分钟后开始 若是时间到了的话 亚瑟就会变回F级的勇者 看来得在两分钟内速战速决了 再看此时地牢中的尤格 也是愈发想念起了亚瑟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人类主人柱的地方 文言撒托斯也是一惊 你可是魔兽啊 不想着回到地下城 居然怀念起了人类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可没有那种魔兽的观念 我们琳琅西蜜本来就是依靠雄性的精血而存活 那个人类如此强大 完全就值得成为我的依靠 况且他家的酒可是非常好喝的 就在两个小姐妹还在聊家常的时候 不然一阵巨星 外面的守卫便直接被嵌入了墙中 看来这天心其味还是有点东西的 居然把两分钟时间都用完了才全部解决 然而就在此时 系统又开始作妖了 竟要亚瑟去打别人的屁股时下 还要让其叫出声来 没声音的话还会被定身五分钟 喂喂 哥们别急着睡啊 我真的很需要你 这时萨托斯立马喊道 勇者大人你就别折磨别人了 还是先把我们就出去再说吧 但亚瑟还是觉得得先完成任务 这荒郊野岭的要是再遇到魔兽那可就糟了 说着他便打开了尤格的镂铐 看着面前风韵油存的尤格 亚瑟上去就赏了他一顿爱的抚摸 主人你干嘛呀 这里还有人在呢 听此 亚瑟便没有回答 而是静止来到了萨托斯的面前 为了我们能够安全地离开这里 我需要打一下你的屁股 我想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呵呵 他果然不是个好人 对付这样的家伙 我只需略微出手 便能将其轻松拿下 说着他便抬起了那性感的狱卒 还请勇者大人联系 于是亚瑟立马便打开了他脚上的镣铐 下一秒萨托斯便直接扑进了亚瑟的怀抱 下时间亚瑟便感受到了胸前的柔软 不过亚瑟可不是那种肤浅的男人 反手就是一巴掌拍向了他的翘头 令亚瑟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没有发出半点声响 大姐你不要这么搞啊 嘿嘿 勇者大人可以再来一次吗 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 不过由于系统的任务 萨托斯没有发出声音 亚瑟立马便被定身了五分钟 看着倒地的亚瑟 尤格立马便安安安不住了 说着便朝着他扑了过去 我现在好难受啊 快给我点你身体的精血 主人若是还不说话的话 那么切身可就要开始了 随即尤格便朝着亚瑟的脖梗咬了上去 见此 萨托斯瞬间急了 你这只无耻的蜥蜴 明明就是我先来的 不过下一秒 萨托斯便被尤格的尾巴给缠绕了起来 他是我的主人又不是你的 凭什么你要先来 该死 现在若是白天的话 我早就一巴掌将你扇飞出去了 不过转念一想 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夺回系统 说着他便向着亚瑟慢慢的靠了过去 既然不让我先来的话 那么就一起好了 感受着耳朵传来的温热 亚瑟整个人都躁动了起来 不仅如此 在外面偷窥的萨蒂尔也同样开始失去了理智 毕竟现在的他可是与萨托斯共享感觉的 随着萨托斯的不断深入 萨蒂尔再次体会到了被亚瑟支配的感觉 勇者大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威武 当萨托斯牵引着亚瑟攀上高峰的时候 萨蒂尔再也忍不住了 随即便哼起了美妙的歌曲 情到深处 就连萨托斯也是羞红了脸 此时的亚瑟也是感到不妙 那里可不能随意乱碰啊 这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粗壮 萨蒂尔终究还是感受到了这个年纪不该接触的东西 可作为敏锐观察者的亚瑟 很快便发现了这握力似曾相识 这不就是萨托斯那家伙吗 此时萨托斯也是感觉到了异常 不好 情急之下居然使用了同样的手法 没想到我会因此而暴露 萨蒂尔快来救我 话音刚落 旁边便传来了一声巨响 这可吓坏了一旁认真工作的游葛 随即立马便便回了本体朝着亚瑟的怀里钻了进去 听到那熟悉的名字 亚瑟终于是确认了刚刚的猜想 没想到萨托斯居然变成了女人接近我 看来以后在外面我要保护好自己了 可恶啊 如今无法使用系统的力量 根本就没有追上去的能力 转眼五分钟过去 亚瑟也是恢复了行动能力 还是先回家吧 毕竟城市里人比较多 更容易完成任务 人羞红的脸准备白给 亚瑟却只对大定情有独钟 但若是我请出黑斯圣女 敢问亚瑟又该如何应对 萨托斯刚逃脱没多久 希里斯那小子便带着众人赶过来 刚一见面 希里斯便掏出了亚瑟的海捕文书 呵呵 这是你的逮捕令 实相的话就乖乖的跟我回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秘书却是突然冲了上去 我是副会长查尔顿阁下的秘书 据我们调查 内叶地下城事件与事实并不相符 上面已经准备撤销亚瑟的逮捕令了 并且待会他还要去参加工会的未劳晚宴 所以你们现在不可以抓他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希里斯的一个大佐 臭娘们你骗谁呢 未劳晚宴可是只有一级以上的勇者才有资格参加 要是再敢妨碍我执行公务的话 信不信老子也送你进去待个几天 见此亚瑟立马对秘书说道 你现在就去将撤销通知带来救我 记住你一定越快越好 说着又恶狠狠地看向了希里斯 你放心好了 待会我肯定会让他们向你道歉 画面一转 此时的审讯室内亚瑟已然被靠上了双手 呵呵 没想到会落到我的手里吧 看到我的这左手了吗 要不是你当时趁着我对付那爷的时候被刺激我 那我的队友又怎么可能牺牲 我的左手又怎么会这样 你说 你这逃兵是不是该死 看着希里斯一本正经的颠倒黑白 亚瑟却是轻蔑一笑 你说的没错 面对敌人落荒而逃的人 确实该死如同畜生 闻言希里斯瞬间清惊暴起 已然是按捺不住了内心的愤怒 来人 给我把锤子拿过来 见此亚瑟顿敢不妙 怎么那小秘书还没过来 我可是已经在尽可能的拖延时间了呀 就在这时 躲在亚瑟口袋里的尤格直接站了出来 主人 我在吸了你的精血之后 现在已经恢复了些许魔力 要是应对人类的这些刑具的话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回到家里之后 你一定要加倍还给我了 话音刚落 希里斯的锤子便向着亚瑟的右手砸了过去 不过在最后一秒却是停了下来 嘿嘿 咱们有的是时间 不如你选一根手指 我们从他开始如何 然而就在这时 外面的守卫突然便闯了进来 不好的队长 那女人真的带着亚瑟的撤销通知来了 文言希里斯也是一惊 不过事实就是如此 亚瑟已然是摆脱了通缉犯的身份 但这显然无法让希里斯就此放过亚瑟 你给我把这个拿出去 半个小时之后再拿来给我 我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让这小子付出应有的代价 说着便拿起锤子便向着亚瑟砸了过去 不过在尤格的保护之下 亚瑟不但毫发无损 反而是那锤子出现了一丝裂痕 怎么会这样 难道他还有什么后手不成 再看此时的监牢外 由于秘书迟迟没将亚瑟带出来 查尔顿竟直接亲自来到了这里 希里斯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居然连我的命令都不听了 文言希里斯直接便愣在了原地 查尔顿阁下 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哼 这是亚瑟的撤销通知 我现在不想同你废话 给我立马将人给放出来 文言希里斯立马便答应了下来 毕竟欺软帕应可是刻在他骨子里的 在打开了亚瑟的枷锁之后 查尔顿立马便斥责起了希里斯 你身为队长滥用私刑 要是我追究这件事的话 至少也要撤掉你的队长职位 那个 会长大人您听我解释啊 我真的没有收到撤销的通知啊 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我的队友 然而他们可不会为了此事而得罪副会长 于是所有人都装疯卖傻了起来 呵呵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在这时 亚瑟却是突然站了出来 副会长 我可以作证 刚才他真的没有看到撤销通知 抓我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你们必须要向秘书小姐鞠躬道歉 文言秘书顿时心里一暖 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这件事 而亚瑟却是拿起了藤条 嘿嘿 刚好任务还差久了 于是二话不说便朝着他们挥舞过去 一阵瓷起彼伏的欢愉声过后 硬是让未经事事的秘书小姐产生了悸动 姑 终于是完事了 从此以后你和秘书小姐就算是两亲了 不过我们之间的事情可还没完呢 只见亚瑟用尽全力将希里斯拉了过来 随机一个顶膝便给他安排了个对称套餐 呵呵 我原谅你了 以后你也不要太过自责 说着便走向了查尔顿 见此查尔顿叮嘱道 既然你的私事已经处理完了 那就让戴斯送你去晚宴吧 我还要先去迎接圣洁教廷的使者 文言亚瑟却是疑问 圣洁教廷 那是个什么事例 人见到猫尔兽娘的第一件事 竟是二话没说便赏了他的大嘴巴子 可恶的萨托斯 不要以为装上了两个大雷就能逃过我的眼睛 此时为老晚宴的大厅早已是聚集了众多的勇者 作为此次晚宴的主角 教廷圣使一出场便引来了全场的关注 不愧是圣女大人 就连山峰都是那般的高松挺拔 就在这时 圣使却是突然停下了脚步 再看刚刚还在一旁私下议论的政治青年们 立马便露出了紧张的神情 糟糕 一不小心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圣女不会怪罪我等吧 我们教廷之所以会穿成这样 是因为想要消灭邪念就必须完全了解邪念 请不要用你们龌龊的眼光看待我们 文言查尔顿也是立马便站了出来 听到了没有 现在立马长嘴并向圣女道歉 这里怎么就出了你们两个思想龌龊的家伙 什么时候才能像我一样正直 副会长大人 惩罚就不必了 因为若是那样的话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受罚 当然是除了副会长你以外 虽然你内心早已掀起了波澜 但身体却没有太大的反应 所以就不像其他人一样反映出强烈的邪念 文言查尔顿顿时老脸一红 嘿嘿 我本就是心灵纯洁之人 这点定力还是有的 画面一转 此时亚瑟和戴斯已然是来到了会场的外面 秘书小姐 圣洁教廷的净化魔法真的就那么厉害吗 当然了 无论是断肢病痛 还是身重剧毒 他们都可以治愈 而勇者本就是高危职业 因此每个区的勇者工会都想与他们取得合作关系 但却都被拒绝了 他们不会轻易给别人使用魔法 而理由则是内心不解 文言亚瑟立马便看向了自己的断指 也许他们真的可以替我解读 我必须得找他们试一试才行 通过门卫的检查之后 二人刚进入大厅便被远处的荧幕给吸引过去 他们一群人围在那里是在干什么 就在这时 看到他们的查尔顿立马便迎了过来 那是圣女在测试我们是否有资格同他们合作 若是有人通过测试的话 那么我们Z区的勇者工会必会实力大涨 与此同时圣石也是向众人介绍起了他们的质宝圣洁新联 你们进去之后 内心的不解程度就会显示在这宝石之上 能否与我教廷合作就要看各位的表现了 温馨提醒一下 其他区域的勇者工会可是没有一个人通过 文言众人立马便严肃了起来 内心的纯洁纯度还能被测出 世间真的有如此神奇的机关吗 呵呵 想知道的话就进去试试吧 这是一名身形魁梧的大汉立马便站了出来 薄秉姓纯良从未做过任何亏心事 小小测试还不是随意拿捏 见此圣石仅是邪魅一笑 仿佛已经窥见了结果一半 而进入里面的洛根立马便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就拿这个考验老干部 估计是个男人就受不了吧 没错 里面躺着的正是一位嗨思猫耳的绝艳兽娘 那妩媚的身姿 瞬间便勾起了洛根最原始的欲望 看着眼前满脸帐红的男人 那猫娘竟是主动靠了上去 喵 主人 妾身这样好看吗 随着胸前碎部的脱落 馋的洛根立马便从鼻中流出了口水 小喵喵 快来让我好好品尝一番馒头的香甜 文言猫娘立马便变了脸色 真是个恶心的家伙 说着便一掌将他给扇飞了出去 随着洛根的硬声落地 只见那宝石上很快便显示出了他的不截指 竟然高达88% 果然是个极度肮脏的男人 然而自命不凡之人何其之多 下一秒 又一位一级队长便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洛根那小子也不行吗 看来工会的荣誉还是得我来争取啊 但这位勇士仅是片刻便被扇飞了出来 就算如此 他的脸上洋溢的依然是幸福的笑容 不截指92% 实锤了 这是一名资深老色P 紧接着又是测试了几百号选手 竟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 果然这纯粹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就当圣石准备放弃的时候 亚瑟却是站了出来 既然都测试完了 这下总算是轮到我了吧 见此 圣石也是并未打断 毕竟在场的众人也就剩下他一个了 自己也不在乎这一两分钟 这边亚瑟刚一进去便察觉到了异常 面对主动摆给的猫尔兽娘 亚瑟一掌便朝着他的脸扑了过去 可恶 又是主动靠近我的女人 不会又是那撒脱四岛的鬼吧 还是得重视起来的 见到这一幕 直接就把猫娘给整不回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拒绝我的男人 再看此时外面的圣石同样是震惊不已 怎么可能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截指为灵的情况 竟然真的有人能做到如此地步 而此时的亚瑟还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在没有确认他的身份之前 还是要小心为妙 得到叫停圣女的进化解救 男人竟直接扯开了他的黑丝玉祖 这样真的可以为我解毒吗 你该不会是像其他女人一样长我身子吧 在通过了纯洁测试之后 亚瑟也是成功地获得了治疗的资格 看着乖乖躺在自己面前的亚瑟 圣女二话没说便露出了自己的玉祖 在我使用进化魔法的时间内 你一定不可以产生任何邪念样 不然的话魔法就会逐渐失效 闻言亚瑟却是发出了疑问 请问这个产生邪念是单纯的只我一人吗 那是当然了 自我成为圣女的那一刻开始 我的情欲就被完全剥离出了体内 若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要开始为你检查身体了 随着圣女在亚瑟身上的逐渐探索 很快便将目标转移到了她的手上 只见她控制着自己的狱族 正不断地撩拨亚瑟的手掌 感受到的亚瑟正欲抬手轻扶 不过圣女却是立马出声制止了这一行为 不要乱动 只有我亲自翻开你的手掌才行 而由于凳子太小的原因 圣女静一脚便踩在了亚瑟的脸上 不好意思啊 请先借我支撑一下 果然找到支撑的圣女很快便找到了感觉 仅是片刻的功夫便成功地将亚瑟的手掌翻了过来 那么现在的话就要正式开始了又 说着便一脚踩向了亚瑟的手掌 下时间亚瑟便感觉自己来到了一片陌生的虚空之内 我怎么突然浮现在了水中 这里到底是哪里 就在亚瑟还一脸猛逼的时候 一只大脚却是静止向着他冲了过去 还没等亚瑟反应过来 那只大脚便压在了他的身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大的脚掌是想要压死我吗 而那脚掌的主人也像是感受到了一般 也是猛地缩了回去 放轻松一点不要抗拒我的脚 这是治疗必须进行的一个环节 你看到的就是我的净化魔法在你意识中的映射 我需将你从水中捞出 这样你的手指就可以恢复了 文言亚瑟也是立马张开了自己的怀抱 在被脚趾夹住的瞬间 水中的毒素也是凝成了尸体 慢慢地向着亚瑟蔓延了过去 你不用担心 我会尽量一口气将你拽上来的 而随着圣女的用力 那毒素也是瞬间缠上了亚瑟 由于嗨斯的光滑 亚瑟一个不注意便滑落了下去 不过好在亚瑟手机眼快 一把便抓住了大拇指 随即便一口将嗨斯扯出了一道口子 哎 真是个粗鲁的男人 但撕开之后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只见此时的亚瑟被牢牢地夹在中间 再也没了滑落的风险 虽然亚瑟被圣女给狠狠地夹住了 但她却没有感到丝毫的不适 甚至还有些享受 随着圣女的缓慢移动 亚瑟的手指竟真的逐渐恢复了起来 随着身体彻底地离开水面 亚瑟的小拇指也终于是完成了恢复 没想到真的有效果 还没等亚瑟出口道谢 圣女却是开口说道 刚刚在探查你身体的时候 发现你的身上还存在一处残肢 你的四肢总算是修复好了 不过你中毒的根源还是没能解决 现在我换个方向 还请你能积极配合 没过多久圣女便找到了正确的地方 这次需要你配合我才行 说着圣女便一脚踩了下去 再看此时的亚瑟瞬间便听到了碎裂的声音 怎么会是那里啊 这次圣女竟直接将亚瑟揣入了水中 原来只有亚瑟将毒素全部拔出才能彻底痊愈 不过亚瑟可无法在水下呼吸啊 还好圣女早有准备 只见他直接用双脚将亚瑟给包裹了起来 我会帮你将毒素排出来 以此来不断地加强你的力量 果然在被包裹之后 亚瑟明显感到自己变得更大 看着水底的一团黑色液体 亚瑟也是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我体内的毒素就是这个东西吗 不过就在这时那毒素却是突然将亚瑟吸了过去 与此同时圣女也是感受到体内出现了一股奇怪的感觉